正手摆短是一项控制技术 自己首先要摆好了以后 才能更好的上手 当球来之前 自己的重心还是要下去 一定要有一个准备启动的状态 当预判到对方来球之前 一定就要趴在台子上 摆短是有前提的 前提自己一定要动得快 一定要抢到上升点 才能更好的击球 当球来了以后 重心下压上去 自己要注意自己的板头 和离自己的身体不能太远 有些球有的重心没上去 只是脚伸了一下 所以这样没法摆短 下压以后 上去以后 自己的板头离自己的身体近一点 在这个前臂上能形成一个夹角 然后击球的上升点 如果这个球非常转的话 一定要板形平一点 如果这个球不太转的话 要立一点 要根据对方不同的旋转 去调整板形 转的平一点往前击 如果这个球不转的 立起来往下躲 要注意的是 自己的身体上去以后 击球的时候一定要抓板 板面一定要倾斜过来 有些人直接上去的时候是垂直的 这样的话你的击球点会不稳定 一定要把胳膊横过来 向侧发力多一点 不管你是转的球 还是不转的球 一定要横着搓 自己在触球的时候 手指手腕抓板 把这个球点到 点到 这么多的球 又是在冬山上 好好好 知道 那个天360 希望你上升 来 优优独播 最后 两个 最后 我们可以 我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